朋友们好 今天是一个新鲜的小林 不是一个库存的小林 说实话回到福州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然后终于准备好要出发了 因为再不出发 我可能快要破场了 所以赶紧出门工作去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包 帅气吧 好久没出门旅行 还怪激动的 昨天晚上凌晨4点我才睡觉 我不摸着我在家里再久一点 抑郁症都要犯了 你们猜我这次去哪里 先饱个蜜 今天是先飞南岭 咱们这次的旅程也是一趟出国 准备去4个国家 愉快的等飞机中 还有一个小时啊朋友们 不要说你们期待新鲜的视频了 也我自己都很期待 给大家仔细瞅瞅我的新包 你们看 这个华丽的五金配件 超级防水的面料 再看看里面 它是这种卷帘的设计 好处呢就是 空间可以拓展 但是哦 你们不要担心 卷帘的很难打开 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拉链 可以直接打开 然后里面的分层 分区也是做得非常好 这边有两个分区 一个是放电脑的 另外一个可以放iPad 然后在外面还有一个小袋子 然后旁边放水的放雨伞 给你们瞅一下我的小胖水壶 你们千万不要说跟我一样胖 我就看谁说 然后这里也是可以直接打开 拿去里面的东西 就非常方便 咱今天是飞往南岭 啊哦 延误了 好了 你们现在是12点半过了 好饿啊 又不能能先把饭给发了呀 终于发了饭 看一下下航的午餐 这个本来叫飞机上面吃的 一出门就遭臾不顺 唉呀 这延误的 而且不知道延误到几点 今天是我刚才查了一下是因为天气人在天上在打雷呢 快饿死我了快一点 你独立舰坏远那个正常没有 没有没有 他没有超远 不过的人有过来他们就是跟所有人说 如果愿意赶先到晚上8点多9点的飞机 可以贴1000元 因为这个航班超远了 然后只有两个名额 我想都不想马上冲回去 结果没有超远 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好吃 不要远远 只要不耽误你的时间 只要没有太多事情 一定要快 因为一般这种名额都非常少 一般都只有七到两个 是我饿了吗 这饭咋那么好吃呢 他不像飞机餐的那样难以下咽 蛮好吃的 青菜是青菜 肉是肉 而且味道没有很重 按照惯例在这里跟福州拜拜 福州拜拜 我有点慌啊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现在就是高峰上面天气非常的好 这个时候起飞 买了一杯咱福建的奶茶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登机结束 我刚才特意还看了一下 这个机票我是买了保鲜的 你们看一下外面下着雨 天上还打着雷 蓄势待发 多像现在的我 一会儿就冲出去了 两个小时的路程 居然还有点心 刚才吃了午饭 现在又吃点心 睡一觉起来 天空突然化气 好方便哦 哎呦 现在飞机换的好厉害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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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相机是有反动 所以你们可能看得翻得出来 现在是换来换去的 哈哈 闪现南宁 去拿我的行李 走喽 哎呦 我感觉一股热浪袭来 太可怕了 我对我接下来几个月的旅程 充满担忧 先去找找我住的轻侣 到市区了 刚到这柔像美食城 就闻到了非常重的 螺蛳粉的味道 我觉得管西文色话语气真有一次 哈哈 这个 对这个 还是要别的吗 不需要了 16块钱 16块钱 我刚刚已经在地铁上买了一碗老乳粉 然后外卖到情侣 我到情侣只有这吃了 我今天已经不想再出来了 因为今天真的是好累啊 好困 昨天睡眠了 大家看着我大包小包的 两个包之间夹着我 显得我略瘦一点 咱就不行 咱打车的钱买了一个蛋糕吃 南宁这么看还是挺繁华的 包楼还蛮多的 这个情侣是在一个商业住宅楼上 经验告诉我这样的情侣都不咋的 但是呢便宜 而且呢在南宁也没有太多其他选择吧 这一定是比较好的 哦 到了 带你们沉浸式体验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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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的三个空床 这个这个 这个 下扶 对 你们都要自己扶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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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规则 好的 这是美金卡 好的 你们这公共区域还蛮大的 啊 我卫生间你们那边 船间里有的 这边有的 啊 看一眼卫生间 好的 然后就是 见你的扣鞋 你需要放扣鞋的话 就见你这个扣鞋 哦 可以好的 谢谢 现在进入每个青驴的必要环形 就是出床单 哎 就是其实 这个青驴有人打理 就是有人在那个地方 跟没有人是完全一样回事 上次在柳州那个时候 完全是他人不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整个房间 脏脏乱乱的 他也不知道 所以不是我特别挑剔 但是柳州那个青驴 是真的 难以住下去 我已经洗好澡了 正常发生了一些大物理的事情 刚出门就出师傅里 我在整瓶洗发水 倒到我的大包里了 清理了有一个小时 哎呀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洗了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现在注意洗洗刷刷完毕 坐到这边吃老油粉 打包外卖看起来真不咋的 这种东西真的就应该去店里吃 打包就像剩菜剩饭死的 它这个老油粉里面也是有泛酸粉的 然后有点辣辣的 但是不是油色粉那种 油油的辣 南宁的美味非常多 非常多 我在做功率的时候 哈拉斯吉里 我想专门做一期美食的 一天狂吃20吨那种 休息很长一段时间 说刚刚出发了 还没有调整适应过来 我准备在南宁先适应一个三天 好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就可能就是出来十点九啊 它这个奶油都已经化到了 就是在店里面的时候 那个奶油是立着的 现在都坨了 嗯 这个奶油是很坨 这个奶油可以 这个蛋糕的空气感舒服 你们知道吗 南宁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一个城市 我预计啊 南宁很快会成为网红城市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这里的美食特别多 我觉得他们这个美食完全不输于长沙那些网红城市 所以啊今天我们来开启南宁的美食之旅 看一下我一天能够吃多少顿 哎呀我胖起来都是工伤啊各位 看着这热辣辣的天气 我真对后面的行程担忧啊 又寻到这个小巷子里面来了 找到了这个 这家 酱肉香肠糯米饭 在这里吃吗 对 好香哦 就是香烹烹的香肠的味道 这种可以吗 这个呢这个呢 这个会需要一点吗 可以啊 嗯 朋友们这个必须要来一个特写 哇塞 一碗糯米饭 16元 你们现在闻不到 你们手机有问题 闻不到这个香喷喷的味道 今天的第一顿 糯米饭 可以选择肥瘦 因为我是不怎么喜欢吃肥肉 也吃不了太多太肥的 所以我就要了瘦肉多一点的 我是一个一点肥肉都不吃的人 但是他们这里的肥肉确实 能让我下口 不容易 这个糯米饭浸透了汤汁的味道 这个汤特别香 它这个辣肠也特香 像自己手工挂的那种 这个妥妥的热量渣蛋 这一碗吃下去热量爆粉 这样美食在我心里的分数是 我不愿意给它 就是分 唯一不足的一点就是 可能吃多了会腻 皮的部分软拍拍了 太香了 这里是广西老市的居民区 看这些楼 有时候小时候房子的感觉 就是在这样的小巷子里面才有美食 吃好了糯米饭 马上马不停踢 开始我们的第二顿 咱们去吃牛杂 这就是今天来的第二家 牛杂 咱们来看一看 筷子 有那么多米 那我不得 自己家 好了先拿这么多吧 好 没想到这家店还有空调 实在难得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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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好的好的 酸辣咸辣 酸辣咸辣 酸辣招 原味 招酸辣 不吃辣是吧 还是吃一点点 吃一点点 那我来 春花不要了 就这样子是吗 来 哎 哎呀 那您真的是太热了 我饭汤这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酱料 就是黄皮酱 像是我们吃卷粉的时候有加 多吃点蔬菜 一大把蔬菜 每样牛渣就各来了一小串 吃一下这个牛肚 它这个牛渣完全没有鲜味 牛奶 可以可以 广西美食真可以啊 而且广西美食它比较有特色 就是好像跟每个地方的 那个味道的感觉都不一样 就是 如果你扣着屏幕 你是完全不知道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味道 请有你们自己过来吃了 我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形容 有酸酸的 辣辣的 甜甜的 有股臭臭的 总是很复合的一个味道 做点这个 空心菜泡到这个汤汁里面 空心菜就变得好吃了 如果要给它分的话 这份牛渣可以打个八十一层 是不是我刚才吃完糯米饭有点饱了 对不住了 我是觉得如果它这个牛肉丸 更精致一点 可能会更好 这个牛渣摘个可乐 十七块五 便宜吧各位 现在要前往我们的第三站 但是现在确实我吃不下太多东西了 我需要吃点东西来开开胃 解解腻 我在路上就看到好多好多凉茶铺 他们这边就是可能比较湿热吧 所以喝凉茶也特别多 看对面就是一个凉茶铺 来吃吃水果 酸椰 大部分泡水的都是菜类 明白吗 菜类 哦菜类泡水 哦 是轻盲 是轻盲 那个是轻盲 要脆一点 好的 要脆一点 好的 这些15块钱 你再来吃哦 15块的酸椰水果 吃点水果解解腻 我过来看哦 它外面也裹了这个 真的是辣椒粉 但是一点都不辣 有点咸咸的 这个是我最爱的巴勒 哦哦 这个木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 老绵绵的 它是脆脆的 吃起来有点像啥呢 就是 萝卜干咸菜的那种感觉 对 喜欢吃萝卜干咸菜的 一定都会 比较喜欢酸椰水果 我们正好下雨了 我休息一会儿 消化消化 然后再去吃 后面几段 哦 南铃子的榴莲也不便宜呢 30块钱一斤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一位广西之光的阿妈手座 在奶茶有好多好多品牌 很多品牌呢 就做着做着就不好喝了 现在广西出的阿妈手座 我上次来广西的时候 在柳州就喝了一次 他们这个奶茶和一般不一样的 也许他们是用水牛乳来做的 特别的香醇 然后呢上面的抹茶呢 喝起来也特别的高级 而且这个奶里面有一股那种 茉莉花茶的味道 哦 高级的抹茶味 我先把上面的抹茶冰淇淋吃掉 吃完之后上面搅和搅和 你看这个抹茶 略带一嘟嘟的苦 不是非常的苦 但是俗话是说 这一杯它不便宜 它29 不便宜 也算是 现在奶茶里面比较贵的吧 底下非常清新的茉莉花茶 加上牛乳的味道 现在咱们前往南宁的夜市里面瞧一瞧 看一下南宁的夜市有什么好吃的 现在是在南宁的南宁夜市 这里啊 在白天的时候是菜市场 晚上呢就变成这个夜市了 它是这样的一汤一汤的小汤汤 非常多汤 又看到这个甲楼饼了 然后它这个叶子是用甲楼叶 然后包着肉 我在这个帅哥这边买了一片 他一片也卖 然后一片是三块钱 对 我就要尝一下就好了 咱们来吃看看 这个叶子没味道了 大家可以尝一下 还蛮好吃 这里面就是夹肉的 然后特别的酥脆 糖水凉槽布 我给你们说啊 南宁的水果是真便宜啊 十元三斤 怎么卖啊 七块一斤 这个呢 这个八八干 九块八八干 这家卖的紫苏炸鸭腿 好多人排队啊 南宁正好真的很喜欢用紫苏做的东西 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吃过紫苏烧烤吗 然后这边也有紫苏炸鸭腿 这个香芋包看一下也好好吃的样子哦 这雨说下就下啊 夜市吃美食的我现在只被困在这个地方 走不动了 刚才还是热热闹闹的一条街 现在都忙着收摊 看到这两位小哥了吗 风雨中用力的撑着一把餐 大概过了半小时啊 现在雨终于停了 刚才看到两个小哥在风雨中那个样子 我决定过去买下他们的海鲜来支持一下他们 这家卖捞汁海鲜 少年28块 是小份的一个28 看那几点 还要两点 三点 这么晚啊 那南临的夜市 哪里的 可以说这半年不睡觉 拿了一盒小海鲜 捞汁小海鲜28 转眼间这个夜市又恢复了热闹 什么卖呀这个 压爪 10块3个 10块3个 那鸡脚鸭脚翅板 这里人太多了 不方便吃 我咱们回去再慢慢吃 这个是红色的波罗蜜 第一次看到 他这个凉茶甜水库 他这边是凉茶4块 然后糖水3块 谢谢老板的推荐 最多糖水113块 看这个一小碗糖水3块钱了 其实看到这个糖水的样子 我基本上可以想象出它的味道了 蒙热的天吃一碗糖水很舒服 今天刚才那一场带 我突然间觉得 就是一瞬间灾难可能就来了 但是你只要咬咬牙撑过去 光明很快就会来了 又会恢复这个非常热闹的场景 还有这条街好吃的东西 都不在这个煮路上面 大家可以往巷子面去走一走 虚头蛋 哎哟妈哟 会有点腥味吗 我第一次吃 你看这全都可以用这个 哦 这个多少钱啊 6块 6块 给我来一个吧 我试试看 我这样没有吃过的 虚头蛋 对 需要虚头蛋的剪开啊 这都可以吃吗 这里面 全都可以吃 全都可以吃啊 剪开啊 剪开 剪开看一下 哦 这个样子确实有点 是 它一配那些菜完全是吃不出来的 哦 这些配菜你看一下 它没有毛什么的吧 没有 哦 刚才吃了一部分 没有路 再给你们吃一下 这个是 赤头蛋里面的蛋黄 它这个就是蛋黄更硬一点 然后刚才吃了蛋白 蛋白就是 它变得就是有点像肉跟蛋白中间的那种口感 其实它这里面的草啊 特别香 我刚开始第一次吃的时候 我还不敢吃 刚才没有拍下来 哎呀 你们没有看到我刚才第一次吃那种怕怕的神态 我不是一下子就能吃的啊 刚才犹豫了好久 今天夜市挑战 炖头蛋 成功 朋友们 抓眼间我已经回来了 我刚才没有吃的东西先尝一下 当然今天晚上我也不可能吃完的 这个就是 有螺 有虾 还有蛤蜊 还有鱿鱼的 正常来讲 咱们是海边的人 不应该买海鲜 但是谁叫咱残了呢 这叫它海鲜真的很新鲜 可能是因为第一天出汤吧 那它这个汁就做的那种清清爽爽的 这虾特别新鲜 可以看看其他的汤 其他汤的虾没有汤就这么新鲜 这台吃吃我很期待的鸭爪 火候是够的 因为炸过以后再拿去卤火候是够的 好像有点香料的味道比较重 今天逛吃逛吃拿丁美食的一天又结束了 给我感觉就是拿丁的美食太多了 根本吃不过来 一天吃了好几顿 在这么一个低调的城市里面 居然有这么多美食 吃素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好了咱们下个视频见了 拜拜 吃完我也该休息去了 说不好吃还是把它给烤完了 不能浪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就算是什么